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小海绵爱生活 关于日本起源问题那是众说纷纭的 就连日本人自己也会混淆 不过就算如此 日本也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 我国的汉书中就有倭国的记载 日本在还很弱小的时候 就对我朝中原崇拜的死心塌地 但日本一旦变得稍微强大一些就扭气了起来 还说什么 崖山之后捂中国 华夏文明断层了 现在的中国是贸牌货 日本才是中国 在清朝时期谈判时 日本直接不让清政府代表用中国两字 说是中国的文明保存在日本 日本才是华夏文明的代表 这让清政府代表很时气愤 最近日本又出现了新的理论了 他们说原一经就是成绩思汗 日本是铁木针的子孙 这种歪理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原一经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是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 也是日本最具有人气的英雄 如果原一经真的是成绩思汗 那么他的后裔怎么会两次攻打日本呢 难道是太爱日本了 想让日本成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 日本给出的解释是 日本天皇祖先和成绩思汗是游牧民族 蒙古的生活习惯和古代日本都是一致的 还有 原一经的发音跟成绩思汗也是非常相像 中国一个大学的教授 看完日本人的理论后说了一句 成绩思汗并不是日本的祖先 日本文化里具有欧洲 亚洲 非洲等多国的文化思想 是属于杂交品种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